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美朝领导人30号下午在板门店会面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白宫新任新闻秘书格里沙姆为协助美方记者进入会场 与朝鲜警卫发生肢体冲突并受轻伤 事发时正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自由之家会面时 美国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想要更近距离的捕捉握手画面 遭到朝鲜警卫的阻拦 格里沙姆为帮助美方记者动手推了朝鲜警卫 在肢体冲突时格里沙姆轻微擦伤 随后多名美国记者在推特上发文证实了这件事 格里沙姆28号接替桑德斯处理白宫新闻秘书的工作 7月1号将正式就职 阿富汗国防部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附近1号发生爆炸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34人死亡 68人受伤 塔利班已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 随着一声聚想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使馆区内发生爆炸 现场浓烟滚滚 有目击者表示 剧烈的爆炸导致附近的大楼发生震动 目前警方已抵达爆炸现场 伤者正被陆续送往医院救治 阿富汗内政普发言人表示 一辆装满爆炸物的卡车 在国防部的工程部门附近被引爆 但没有透露更多的气节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架小型飞机 30号在北部一个机场起飞期间 撞上机库 机上10人 全部遇难 事发时 地面的机库被撞出一个大坑 外墙被熏黑 大批消防员和消防车赶赴现场扑火 美国联邦航空局阵时 失势的双引擎飞机 30号上午在达拉斯以北 约25公里处的爱迪申机场 起飞后不久坠落 撞上一个控制机库 其后起火焚烧 当局暂时尚未公布 飞机航线以及遇难者的信息 多个部门已派员前往事发地 调查事故原因 供应管理协会ISM周一发表报告称 由于新订单和库存下降 美国制造业连续第三个月增长放缓 制造业指数从5月的52.1下滑 至上月的51.7 报告称虽然制造业仍在增长 但美国制造业正在持续疲软 美国同中国欧洲和墨西哥的贸易争端 以及美元汇率上涨 消弱了美国的出口 同时增加了美国制造商对于前景的不确定性 制造商认为 关税导致商品的成本上升 这意味着美国的消费者为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 总统特朗普在G20峰会期间 同意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谈判 并暂缓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进口税 此外 他还推迟了对来自墨西哥的所有进口产品 加征25%的关税 但关税威胁仍然迫在眉睫 迫使许多制造商重新考虑其供应链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从周一开始南加州17个DMV 每周有4天将提早1小时开门 以减少等待的时间 除了周三以外 工作日时间DMV每天上午7点 开门 以帮助缓解平均超过两个小时的等待时间 此前已有期处 DMV自去年夏天以来 就已经延长了工作的时间 使该地区的早间运营办公室总数达到24个 DMV还表示 全州的69个办事处都会在周一提前开放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随着加州启动Royal ID的截止日期临近 DMV员工一直处于紧张的工作压力之中 如果民众想在不使用护照的情况下登机或进入联邦场所 将需要在2020年10月之前获得Royal ID 此外 G24号全加州的DMV将关闭半天进行员工培训 中美领导人与大阪G20的会晤 统一重启经贸磋商 缓解了市场对贸易摩擦的忧虑 早前受到避险情绪推升的黄金价格硬生下跌 美联储在6月的议席会议释放浅息的信号 美元会价走低 加之全球贸易摩擦持续 以及中东地缘局势升温 使得黄金再度成为资金避险 以及对冲通胀的工具 现货金价在6月下旬突破每盎司1400美元的关口 一度触及1438美元的六年高位 累计录得7.95%的涨幅 是三年来最大的单月胜幅 美股上周五受到银行股大涨的带动 三大指数连续第二天收涨 以红盘为上半年收官 标普500指数以17%的涨幅 创下自1997年以来的最佳半年表现 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同样表现不俗 上半年分别收涨14%以及20.7% 而展望本周石油输出国组 周佩克于周一召开半年度会议 并将于周二与非欧派克成员 举行部长级会议 另外ISM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指数 分别在周一和周三出炉 而周四是美国的独立日金融市场休市 周五则会公布六月份的非农 新增就业人数 从周一开始 网约车公司Uber将在亚特兰大和圣地亚哥 这两个城市增加 共享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服务 如果测试在未来几个月进展顺利 Uber表示希望在拥有电动自行车 和电动滑板车的城市 广泛扩展这项新的服务 Uber表示五分之一的Uber用户 所需行程不到英里 近一半不到三英里 他们希望通过更多样化的交通工具 为每个近距离行程用户 提供不受交通堵塞影响的出行方式 而在不断扩张业务类别的同时 Uber和全球许多其他网约车平台一样 面临盈利的难题 近2018年Uber的亏损额就达到了18亿美元 随着7月4号独立日假期的临近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 今年在7月3号至7日期间 出行的人数比去年多出190万人 运输分析师认为 随着游客出行高峰 加上上班族下班高峰 交通最糟糕的时段将是周三下午 4点30分至6点30分 预计出行的人数将比2018年增加4.1% 按出行模式划分开车和坐飞机出行的人数将飙升 而搭车火车大巴和邮轮出行的总人数也将增加 根据预测将有4140万美国人驾车旅行 并将创下自2000年汽车协会开始追踪以来 假日出行人数的历史新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